根据日本共同社22号的报道 停靠在日本横滨港的钻石公主号邮轮上 与感染者同住一个房间的密切接触者 写检测结果为阴性的乘客 大约有100人已经先开始下船 日本政府原本计划是让他们继续在船上隔离 昨天日本政府改变了这一方针 把这些需要继续隔离观察的乘客 转移到日本政府准备好的住宿设施当中 并在那里继续接受14000的医学观察 19号到21号 钻石公主号邮轮上检测结果为阴性 且没有发热等症状者 共有970人过准下船离胎 后生劳动省透露 截至到21号 约有300名乘客和1000名船员仍然留在船上 截至到屋前 钻石公主号邮轮的3711名乘客和船员当中 3063份检测结果已经出来了 共有634名新冠病毒的感染者 此外根据我们最新得到消息 今天日本千叶线 北海道和熊本县也分别出现了新增的新冠病毒的案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乃求 k这个新冠病毒的 avoir确定 虫娠者